英國倫敦的設政街上 民眾敲鑼打鼓 還有氣球飄揚 氣氛有如嘉年華 但其實他們正在罷工抗議 英國超過50萬老師 公務員和大眾運輸司機 發起全國大罷工 規模堪稱是近十年最大 訴求只有一個 就是加薪 因為通膨率超過10% 達40年新高 但薪資卻跟不上通膨速度 也因為這場罷工 英國高達85% 上千所學校被迫停課 連小朋友都站出來 幫老師爭取權益 教師人才流失 導致留下來的老師 必須被迫加班 除了學校停課 部分大眾運輸服務也停擺 鐵路和地鐵都受到衝擊 不過麻煩的是 即老師和公務員罷工後 下週輪到醫護人員要上街 如何化解僵局 考驗英國首相 蘇納克的智慧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